而世大运不仅让世界看见台湾 有连轨选手们难忘的回忆 来自德国的标枪银牌选手霍夫曼 特别对台湾的观众 不吝惜给各国选手热情的欢呼 印象深刻 还觉得台北是个漂亮的城市 而我国举重金牌选手郭信纯也提到 回家比赛最大的不同 就是可以看到全场熟悉的国人 为他加油 更让他充满力量 争取到最好的成绩 那满满的观众台就是 熟悉的国人 我觉得就是充满着力量 所以我在最后一把挑战142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很期待地 可以赶快把他成功举取 然后享受大家 让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荣耀 然后一起呐喊 回想起世大运夺金时刻 举重金牌选手郭信纯 内心依旧满满感动 我得知他来参赛 其实自己还是会有点小紧张 因为毕竟在里院奥运是输给了他 但是我告诉自己 其实这一次在自己主场 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然后捍卫金牌 我告诉他们说 台湾有非常多的美食 然后非常多的地方 可以去 值得你去欣赏去看 作为主场选手 郭信纯当然也大方与外国选手 分享台湾有哪些好吃好玩 因为就连来自德国的银牌标枪好手 霍夫曼也对台湾印象深刻 我购买这个城市 它是非常美丽的 很美的地方 特别是当初比完赛在IG上 po文感谢台湾 霍夫曼最爱的 还是台湾热情的观众朋友 霍夫曼享受掌声欢呼 也对这次市大运团队和场地设备 给予高度肯定 市大运赛事告一段落 但这个夏天 无限满满回忆 让选手们永远难忘 记者陈瑞祥台北采访不到